雨过天晴,卡维赫带着一帮巨人慵懒地晒着太阳,一连数日的大雨,他们的身上都快要生出苔藓来,急需日光玉修复郁闷的心。 卡维赫,不要睡了,我们这次出来轻车减行,携带的粮草不多,被大雨耽搁了这么长时间,大军马上就要断粮了。 听到断粮,卡维赫一下子蹦了起来,看块头就知道,巨人肯定都是大卫王,要是营养跟不上,也长不到这么大块头。 以往在冰雪世界的时候,巨人一族最大的痛苦就是挨饿,不从事农业生产,完全靠狩猎为生,落后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巨人一族只能小部落聚居。 通常一个巨人不落的巨人都不会超过三百,否则,附近的猎物就不够大家吃了。 以狩猎为核心的食物获取模式非常不稳定,在这种背景下,挨饿也就成为了巨人的常态。 帕梅拉,你在说什么? 断粮,不可能。 那么多车粮食,怎么会这么快就没了,难道你小子克扣了我们的军粮? 对一个长期挨饿的种族来说,粮食那就是命。 迎接着卡维赫不善的目光,帕梅拉一连后退了三步,强自镇定下来说道, 吼什么吼? 粮食为什么消耗这么快,你还不清楚吗? 光你卡维赫的食量,就是我的好几十倍。 多了你们这群大卫王,粮食消耗能不快吗? 作为巨人大军的统领,卡维赫的块头在巨人中也是鹤立鸡群,相应的食物需求量也更大。 普通巨人的消耗较小,那也只是相对他而言的,和其他种族的士兵相比,他们还是大卫王。 在大陆战争爆发前,巨人都是隔三差五的挨饿,好不容易有机会敞开肚皮吃,大家自然不会保留。 巨人干饭要用盆,一顿几十磅食物,那是轻轻松松的事情。 遇到这样的一群大卫王,粮食消耗自然慢不了。 加上这次出来是增援德克拉斯行省的联军,要是不碰上羽迹,此刻他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。 或许是自知理亏,卡维赫一下子尴尬了起来,吞吞吐吐地说道, 大不了下一顿,我少吃一点,但是不能恪扣我们的军粮。 听到这个答案,一同过来的各族将领,额头纷纷冒黑线。 果然和大块头一事,纯粹是浪费时间。 要不是这次的援军中巨人有八百多人,乃是妥妥的战力担当,大家才懒得和他扯淡。 行了,没人会恪扣你们的军粮,但是为了弥补物资上的不足,我们必须要采取一次军事行动。 再来的路上,我们发现附近有抵抗武装活动的痕迹,这附近应该有。 帕梅拉的话还没有说完,大帝就突然晃动了起来,宛若是爆发了地震。 嫡袭 探子刚把情报传回来,天边就出现了一只席卷而来的大军,转瞬的功夫就到了大家眼前。 敌人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,比大家安排的探马都要快。 猎阵营底,帕梅拉急忙下令道,一众指挥官纷纷回到自家营地,组织军队准备战斗,整座军营就一个字,乱。 营地外活动的巨人最为悲催,眼瞅着就要被双方架在中间。 望了一眼前方杀气腾腾的魔兽骑兵,卡维赫当机立断道,愣着干什么,赶紧躲开呀。 说话间,他已经转身离开了原地,直接从侧翼绕路到大营后方。 突如其来的骚操作,直接看傻了营地内的各族联军。 傻大的的巨人,巨人也会跑路。 没有了巨人肉盾,大营一下子暴露在了远征军面前,搞得哈德逊都怀疑这是不是敌人的阴谋。 不过前方的大营,既没有限马坑,也没有鞠马装,完全就是不设防。 下这么大的血本,玩阴谋未免也太过大手笔。 看着慌忙猎队的敌军,哈德逊不屑地一笑,当机下令道, 魔法弩自由射击,冲进大营击溃敌军。 他算是看明白了,敌军这是被自己人给坑了。 原本有巨人守护在外围,就算是遭遇敌袭,也有足够的时间集结部队。 怎奈计划赶不上变化,守卫营地大门的巨人被魔兽军团给吓着了, 直接让开了门户。 嗖,嗖,嗖。 弩箭的破空声,直接划破了大营。 挡在前面的联军士兵,顷刻间便死伤一片。 反击,弓箭手快反击。 帕梅拉咆哮地怒吼道。 可惜,一切都是徒劳的,弓箭手和魔法弩对射,双方的差距是一个时代。 无数训练有素的弓箭手,直接倒在了魔法弩乱射之下。 高耸的剑楼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威力,就被贝尔斯登一巴掌拍翻。 营地中的魔法师刚准备出手,马克希姆的就吐出了一个大火球,向着他们席卷而去,吓得众人急忙躲闪。 逃过一劫的还惊魂未定,反应略慢的倒霉蛋,只留下一声惨叫,就化作大火人。 大火球仿佛拥有生命,并没有立即熄灭,反而朝着营地深处滚去,沿途的帐篷,粮草,那是遇到什么烧什么。 联军中为数不多的高手,想要出来拦截,结果立即遭到了哈德逊点射。 在出征之前,他可是特意去了一趟奥数学院,让那帮老古董帮忙打造了一柄魔法弓。 威力那是杠杠的,唯一的问题就是消耗太大,催动一次就要消耗一枚七阶木系魔盒,还不能用低阶代替。 木系魔兽本来就少,何况还是七阶的,要是在其他人手中,这就是一件鸡肋魔导器。 当然,八阶以上的木系魔法师也能够驱动,只不过放出一件差不多就被吸干了,威力和他们全力释放魔法差不多。 能够驱动是一回事,能不能拉开弓命中目标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 魔武双修的不少,可同时取得较高成绩的却几乎没有。 人的精力有限,修炼上必须要进行取舍。 搜,搜,搜的几件射出,让一族想起了哈德逊老爷还有一个神功骑士的美名。 强者不是好杀的,除了最初的透析得手之外,剩下的大都只擦破了点皮。 搞得哈德逊很是郁闷,不得不感慨,还是巨人好杀,那种大块头一瞄一个准。 转瞬的功夫,大军已经冲入营地之中,各自为战的联军立即吃了大亏。 作为巨人的邻居,多爪族这波被坑得最惨。 望着混乱的营地,帕梅拉正准备问候卡维赫的祖宗十八代,就被一条龙尾给扫中了。 然后场面就彻底失控,丧失了指挥的多爪族士兵,恨不得爹妈多伸两条腿,直接向似似而逃。 大量的溃兵向后方涌去,直接打乱了后方军队的阵型,不等反应过来,敌军已经杀了过来。 溃败,再次冲击后方营地,再次溃败,再次冲击。 持续的猪队友行为,让兵力上处于劣势的远征军,在交战的时候反而占据了兵力优势。 连绵七八里的联军营地,直接乱成了一锅粥。 承受不住压力的种族,不由自主地脱离营地。 大哥,我们好像闯祸了。 听到身旁巨人的问话,卡维赫冲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,没好气地说道,你这不是废话吗? 看得出来,闯祸这种事情,他们都是经验丰富。 只是这次的情况有些不同,貌似将盟友们坑得有些惨。 不过,想起上次在奥古斯堡,自家军队的全军覆没,卡维赫的心里稍微有了点底。 大哥,那现在该怎么办? 挨了一巴掌的小弟,伸手揉了揉后脑勺,宛若没事人一般,继续追问道。 很明显挨打,已经不是第一次,他都习惯了。 教训小弟随时都可以,但善后却是一个大问题。 带着部队过去帮忙,貌似风险有些大,还有可能误伤自己人。 老二,要不我们绕回去,想后夹击敌人。 卡维赫不确定地说道,架他是经常打,但仗还是第一次。 都是从后方抽调过来的援军,经历的最大场面就是百八十个巨人打群架,或者上围猎一头大型魔兽。 不妥,王说过,打仗要用脑子,不能傻愣愣地冲锋。 你看有逃兵,联盟有令临阵脱逃者,杀。 要不然我们把逃兵给劝回去,省得他们掉了脑袋,也算是帮忙有了。 略微迟疑了一下,卡维赫还是点了点头。 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干什么,但犯了错总得努力补救一下,不能停在原地不动。 带着队伍一路打穿营地,哈德逊发现了问题不对劲,把本该四散而逃的敌军居然再次汇聚在了一起。 要不是场面太过混乱,他都要怀疑敌军中出了将材,把队伍集结起来要反攻了。 马克西目升空,我要看一下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紧接着眼前的一幕直接令哈德逊傻眼,一群巨人分散在营地四周,不断劝反溃兵。 劝反的方式非常具有巨人特色,要么乖乖回到营地中,要么被巨人的大锤砸成肉泥。 远方还有几名一族在和巨人统领进行对峙,争吵的内容是什么? 哈德逊不得而知。 反正场面很是紧张,一度哈德逊都怀疑敌军有了统一的指挥,而巨人则是敌人主帅派出来的督战队。 真相是什么不重要,关键是敌军被堵在营地里面,没有四散而逃,这和他的计划有很大出入。 兔子逼急了还咬人,何况是五万上古遗族联军。 远征军能够大杀四方,一方面是魔兽骑兵的战斗力确实强,另一方面则是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 连续七日的大雨,早就让联军放下了警惕,连外派巡逻的士兵都只在附近几里地转悠。 发现远征军的时候,双方就那么几里地的距离,情报传了回去,魔兽骑兵也杀到了营地。 很多士兵都来不及穿上铠甲,就被迫拿起武器营敌,悲剧也成为了必然。 可不管怎么说,那也是五万敌军,足足是魔兽军团兵力的十倍,拼起命来还是能够给远征军带来不小的伤亡。 放下武器,投降不杀。 哈德逊用大陆通用语言说道,在扩音魔法的加持下,声音传递到了战场上所有士兵的耳中。 尽管很多异族士兵没听懂他说的是些什么,但从自家军官的表情上,大致还是能够判断出来。 砰!兵器的掉落声打破了沉寂。 当第一名承受不住压力的士兵放下武器开始,投降的浪潮就开始迅速扩散。 意识到不对劲的,卡维赫当即叫骂道,这帮狗娘样的叛徒,居然敢向敌人投降。 还愣着干什么,赶紧跑啊。 话音落地,卡维赫已经转身离去,众巨人也紧随其后。 自从上次全军覆没后,巨人王可是专门嘱咐过,打不赢就以保全自身实力为上。 卡维赫无疑是践行了自家老大的交代,直接带着毫发无损的部队,跑在了队伍最前方。 见到这一幕,同卡维赫对峙的几名异族将领,险些被气吐血。 要不是巨人和人族的身材差距太大,他们都要怀疑这些家伙都是敌人安插过来的内奸,竟干一堆坑队友的事。 道路被让开了,那就没必要和敌人死磕到底。 至于投降,那是最后的选择。 眼睁睁地看着敌军离开营地,哈德逊才慢吞吞地下令追击。 相比正面战场上的厮杀,溃败后的追杀,才是最容易出战绩的时候。 迅速中创,完全没有必要。 就这么吊着敌人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就连敌人的空军出去求援,他都没有拦着,现在更不会急着歼灭敌军。 德克拉斯行省,遭受山红影响,被迫进行搬家的联军,此刻营地之中还是一片混乱。 我就说了,不能贪图安逸,你们偏偏不听。 非要依水见营的坏处,现在感受到了吧。 三头怪喋喋不休地抱怨,立即引起了邪眼王者的怒火,当机反驳道。 三头王,你少在那里说风凉话,一水见营还不是为了大家取水方便。 何况我们这么多人,不把营地建在河边,哪里长那么大的开阔地。 就现在的营地,拥挤得连帐篷连着帐篷,要是遭遇敌人火攻,大营请客间就会化为灰烬。 且,还嘴硬。 种族多了是非多,类似的吵嘴活动,在联盟之中那是司空见惯。 往日里敌对的种族,现在见面都少不得讽刺几句。 想要劝祖都不行,因为上古百族中任何一个种族,都有不止一家仇人。 高层在斗嘴,下面的人也没有闲着。 要不是各族王者强行压制,恐怕下面的族人就直接干上了。 这种嘴账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,多了外族拉仇恨,各族的内部矛盾一时间倒是缓和了下来。 原来的临近部落矛盾,一夜之间变得不止一体,各族都在同仇敌凯的对外。 事实证明,利用外敌转移内部矛盾完全是可行的。 现在大家就指望着利用人族那个大敌,缓和联盟各族之间的内部矛盾。 王,大事不好。 前来增援的五万大军,在距离联军营地两百里地的位置,遭到敌军主力袭击损失惨重,急需援兵。 刚说完,回来报信的士兵就直接晕死过去,搞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,想要追问详细情况都来不及。 经文噩耗,原本吵嘴的众王者也安静了下来。 雨才刚停下,敌人就敢踩着泥泞道路偷营,着实出乎了意料。 见大家陷入迟疑中,阴影王率先提议道, 雪英王,你们一族的速度最快,劳烦你安排族人,尽快搞清楚前线发生了什么。 大家也不要闲着,立即回去做好战斗准备。 敌人都是骑兵,泥泞的道路是他们最大的敌人。 要是把握得好,没准能够重创敌军。 被提醒的雪英王,当即反应了过来,直接回答道, 理应如此,我这就去安排。 在上古一族联盟中,雪英一族,无论是族人数量,还是种族实力,都是垫底的存在。 能够在联盟中拥有不低的地位,主要就是他们会飞,承担了联军传递讯息的工作。 噩耗从来都是接踵而至,雪英王刚准备离开, 又一名雪英晃晃悠悠地飞了过来,看了众王者一眼,颤颤巍微地说道, 援军遭遇敌人偷袭,猝不及防下不幸大败,大军正在向这边转移,请各位王者派出援兵街。 话还没有说完,又华丽地晕了过来。 这一幕让雪英王很是尴尬,普通雪英的飞行距离有限,但负责传递讯息的都是雪英中的精英。 怎么连续两名信使,都是这些不中用的家伙。 不过此刻众王者的视线已经不在他身上,一个个都在思考救援的问题。 没有耐心的巨人王,率先打破了沉默,还犹豫啥? 我们的队伍吃了败仗,正被敌人大军追杀,赶紧派出援兵接应啊。 敌人可都是骑兵,就算是泥泞道路限制了机动性,那也不会比步兵速度慢。 要是去得晚了,怕是只能给大军收尸。 我们这些种族的家底都不厚实,要是再丢掉这五万大军,接下来的仗怕是更难打了。 话虽然粗糙,但道理却完全没毛病。 族人数量有限额上古一族联盟,无法坐视五万大军被敌人消灭。 相比众王者,巨人王的忧愁明显更多一些。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,他非常担心自家族人反应不够快,再次给大军垫了后。 可惜仇也没用,巨人一族拥有了体型,带来的实力增持,就必须要接受大块头天然更吸引敌人火力的弊端。 没时间耽搭了,各族先各自抽掉精锐,组织一支救援大队,先去把部队接应回来。 不过前线发生了什么,还是要尽快搞清楚。 不能什么都不知道,就去打糊涂仗。 阴影王果决的说道,